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相继的都有很多学生 他们直接走出来了 他们要挺的就是巴勒斯坦人 纽约大学甚至在4月22号 也就前几天已经有超过150个人被逮捕了 学生他在网络上面 以及在街头上面喊的是 终结加萨走廊的暴力还有占领 甚至他们还直接爬上了校园的围墙 这个场景基本上在美国各地的校园 很常出现直接Camming在外面 告诉你他们的立场是什么 甚至有被停学的学生站出来了 他说他并不后悔 甚至他还说 其实他人生中大部分的时间 他发现根本没有人知道 巴勒斯坦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 而在科伦比亚这边甚至还有教职员 他们也是一起聚集在学校里头 声援这一些被逮捕的学生 那你会问到底谁在逮捕学生 来带您看到这个讯息 美国的共和党大佬是带头要拜登 派执法人员来处理这些挺巴的学生 这里头当然牵涉到了政治立场之外 也很多的不同的国际上面 以及政客他们自己个人的政治利益问题 拜登直接讲了 说针对这一些事情来说 他批评的是示威里面有出现反犹太主义 毕竟这个跟犹太他们的主要族群有关系 另一个部分呢 他也反对谴责对巴勒斯坦人处境的无知 那网友就说了 端水事回答 今天你也讲个打五十大白 那你到底你的立场是什么 大家想问的是身为一个美国总统 没有任何一点立场或者是思考 在这件事情上面应该怎么定夺吗 因为国际间大家看到的就是 在南加萨这边又看到了 310具的遗体乱脏缸 然后呢很多基本上是被不人道的 在生前可能是用不人道方式来处决的 甚至呢 以色列最新的一个攻击也造成了 加萨走廊中部这边有奈免营 有人死亡 他们就直接讲了 他们是直接发射 在街区里面发射炮弹 那是多么样不人道的一个行为 攻击的行动 伤的都是平民啊 另一件事情呢则是北部 我们从刚刚的南 中 北几乎已经是全境的 他们又开始再一次的 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 再一次的进行战争的攻击 200天下来已经有34000多人死亡了 可是哈马斯的军方现在直接讲了 说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他们要继续续攻以色列 双方你来我往 大家就想问 真的是实力相当吗 因为以色列持续的 他们在接受到了很多军员 就来自于美国啊 所以大家问美国有没有双标 布林肯的回答带您来看 对于美国有没有双标 如果 Со선 и Составля 되고, 政府批評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ve double standards when it comes to applying the law with Israel. Does the United States have a double standard? Do we have a double standard? The answer is no. As this report makes clear in general, as we're looking at human rights and the condition of human rights around the world, we apply the same standard to everyone, and that doesn't change whether the country in question is an adversary, a competitor, a friend or an ally. 这个就是告诉你 网络上是这样讲的 你只要不尴尬 但尴尬的就是别人 大家都在讲 我们从刚刚讲到现在 你真的觉得是同样的标准 还是他真的就像那个记者想问的 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标准呢 目前在中方这一边 我们刚刚讲到了 布林肯去到中国 中国这边他们 美国一直希望能不能帮帮忙 来一起做一个合适佬 协调一下 大陆外交部直接讲了 那你应该先停止对别人的人权状况 直指点点 甚至戴洛普有一个最新的民调了 说国际社会对于美国领导力的不满情绪 是不断的在上升的 已经从2022年的33% 到去年的36%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到底美国你的外交政策方面 你以前一直一个老大哥的角色来自居 现在这个老大哥还是大哥还大哥吗 不管是大哥的能力问题 或者是大哥的角色问题 真的还值得让大家叫一声大哥吗 请教一下郑老师怎样来看 因为对于美国 其实在大学校园里头 有非常非常多的示威 可是这一些有理念 有想法的 不管是学者或者是学生 甚至面临到逮捕的问题 我在学校待过 也经历过台湾的学运 学生会起来做反对的作为 第一个 他们应该是认真读书 赶快把自己的能力充实 但是如果世界发生一些 实在是不能容忍的事情 一般人可能也知道 但是一般人因为有工作 有各种各样的牵绊 有家庭 不太敢轻举妄动 学生因为他比较单纯 他现在没有包袱 他就是读书 所以学生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情 那个动力是很强的 当然有时候会很猛爆 所以全世界 包括一些总结经验的人 绝对不敢轻忽学生运动 不是学生多神圣 而是说他们相对 比较没有包袱 他看到有些大人明明知道不对 可是你就是有苦难言 或者做了各种各样 太圆滑的安排 这个学生开始行动的时候 事实上对一个统治者 对一个社会来讲 都要仔细的倾听 他们比较单纯 不见得他们都对 但他们对那个是非的追求 是比较清楚了 好 这一波是很厉害的 从哥伦比亚大学到哈佛 像连西岸的伯克莱大学都有了 早年我们看到美国学生运动 六年代那是非常蓬勃 而且是改变了整个美国国家的体制 同时改变了一个世代人 对世界的认知 美国这个早年二战之后 那个独霸 后来他们开始觉得不对 那么这一波 这些学生出来 当然很大一部分 可能是中东的学生做主导 可是在校园里面 搭帐篷演讲游行抗议 惹的学校现在 跟比较那个大学校长 竟然放警察进去 把他们抓走 惹的 这个哥大的很多教职员就是不对 教职员就穿着他们袍子 在那边集会 谴责校长 保护学生 那学校怎么办 现在干脆把校门关了 不让他这个进出 哈佛也把校门关了 然后开始要求说宪葬教学 为什么宪葬教学 他怕学生来到学校里面 大家聚在一起 就会形成力量 开始把他分散 开始请这个警力介入 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那再下去会不会发生 什么样的变化 其实这个社会的人 应该只观 应该是倾听 可是你看那个领导者的拜登 是怎么反应的 他说他谴责或者反对 反流主义 同时对那个 在巴勒斯坦发生什么事情 加沙发生什么 吴志仁他也有意见 我一听两个就很矛盾 这个反流主义 反流然后变成是个 政治完全不正确 他一帽子一扣 可是这些人是简单的反流吗 这些人就是他讲的 因为知道了加沙那边的真相 像我们刚刚今天举的 一小段 三百多个尸体就挖出来 已经死了三万多人 两百天已经死了三万多人 伤了七八万人 这么大一个死伤 而且不只这样 还有又饥又饿 连公共设施 学校不应该轟炸了 不应该牵制这个侵犯平民了 以色列什么东西都干了 你看看 比如说埋了那三百多人 他们最喜欢讲说 犹太人多惨 过去纳粹对他们的集中营 都是尸体 那你现在怎么对别人呢 那个跟集中营有什么差别呢 那不是就是个大屠杀吗 所以当学生发现这些真相的时候 当然就跳起来了 当然就表示意见 认为应该stop 应该停止 不要再屠杀 结果拜登一个帽子扣下去 说他们是反牛 然后就认为应该镇压他们 学生就是知道真相 就是知道以色列干得太过分 学生也是知道美国人根本是双标 然后就是在支持以色列 然后对加沙的老百姓视若无睹 表面长一些漂亮话 最近最明显联合国安理会提出 要让巴勒斯坦建国 那个是前个阶段 大军都讲好了 以色列你建你的国 巴勒斯坦建巴勒斯坦的国 两国唯一反对的是谁 就是美国 你这么赤裸裸 全世界都看到 你不要讲说帮忙加杀 那些被屠杀的 连他们应有的建国权利 公然的 唯一的 连那个他的裸裸 英国这些都不敢反对 美国就反对 你想让美国的学生 大学生看到这样的场面 能不愤怒吗 我认为这个学生 起来是刚刚好而已 好 其实大家也想要问的就是 当先前美国你一直讲说 你觉得以色列应该要怎么 人家都没有理你的时候 人家继续在这样子做的时候 当百姓看不下去的时候 官员还是可以说 我们没有双标 他就直接这样子 在记者面前讲 on camp这样讲 这种话他还是讲的出口 来请教育老师 我强调一下 哈佛 耶路 克隆比 包括前阵子的兵座大学MIT 他们都是长春藤联盟 也就是说大家公认 这是美国最好的大学 这不是普通大学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学 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一个事实 我觉得台湾大学 比这几个大学都好 因为我记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我们为了绍兴南街改建的时候 我们那个校长 李校长那个时候 被学生团团围住 我自己的话 有一个同事 他那个做科外指导组组长 就找了大安分局来联系一下 看看如果有什么情况 只是联系而已 就不得了 不得了 被整个来讲吓得要死 而且大家非常自豪 就是说以前青大 刘道学在当校长的时候 就责怪那个什么警察 什么到学校来抓人 不得了 现在的话 哥伦比亚抓了150人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代表什么 我说一句良心话 美国真的很尴尬 你还问我 布林可有没有双标的问题 布林可没有双标 从头到尾就是支持 犹太人支持犹太人 以色列就是支持以色列人 就是连泽润斯基的爸爸妈妈 都已经移民到以色列去了 大家 我实在是不愿意讲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事情 这个悲惨的事情 主要是发生在巴勒斯坦人本身 大家如果对这个历史 从1918年到现在 你本身当难民 已经当了76年的难民 这种情况下 越来越没有希望的感觉的话 这个哈马斯 我觉得没有错 哈马斯在去年的10月7号 开始攻击以色列的话 产生的恶果到现在 以色列是要不把哈马斯 发生的可能性完全清除掉 他是绝对不会停手 但是你现在在美国大学 出现这个事情 我说句良心话 前不久大家都知道 任何美国三个大学 宾州大学MIT 还有哈佛大学的校长都是女性 只要针对于校内有这种反应 你如果先指成为 这个就是叫反犹太主义 反犹太主义在欧洲 在美国非常严重的指控 基本上何止政治不正确而已 然后又说你没有支持 要打消 要打击这种反犹太主义 只要你有一点迟疑 马上就滚蛋 宾州大学校长滚蛋 哈佛大学校长滚蛋 而且下场都非常难看 大家心里都非常明白 美国的双标 基本上就是美国对犹太财团 以及建立了以色列的全面支持 所有的事情的话 讲到布林肯 布林肯到了以色列去了五趟 对不对 五趟当中他第一次去了 一下飞机他讲什么话 一下飞机讲说 我自己就是犹太人 一听巴勒斯坦就量了半截了 犹太人来处理以色列的问题 还需要你来 应该派我们春季大哥去的 对不对 这样的话就觉得公平 至少的话 美国的声望下跌的原因 就全世界的穆斯林 你对这个回教的文化有点了解 就是他们一定反感到极点 他们自己还美国什么领导世界 我还觉得什么 有百分之什么33 36 我觉得 太相信 很难了 真的很难了 是 其实在战场上面 大家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这些画面 要请教一下小舰长 因为像他们说了 在乙军这边的暴行 又看到了 是他们撤出了 在汉尤尼寺这边的医院之后 当地民众发现了 在外面有300多具的尸体 医体 甚至他们现在还怀疑 他们生前有被淋虐 甚至是活埋 等于说是有非常多不人道的行为 在这一次正常当中出现了 大家也想问 以色列到底要打到什么时候呢 因为现在不止他们北中南 持续的在进攻 而且很多都还是用街区扫射的方式 他没有办法接受的其实是这些 我要帮布林肯讲一句话 也就是美国没有双标 但是布林肯没有演绎清楚 什么演绎呢 因为美国的标准只有一个 那就是美国永远是对的 不管我做什么都是对的 如果有错请看上一句 美国永远是对的 无论是在东亚 无论是在俄乌 无论是在尾巴 甚至有关于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问题 美国他都认为 他不管是站在哪一边 他永远是对的 所以自然就是会如此 那至于说 现在在街区里面使用火炮 这就证实了我在去年的时候 我就讲了一件事情 大家都说他们要在加萨 打所谓的城镇作战 就是说没有城镇作战这件事情 以色列真正想打的是歼灭战 歼灭战然后透过各种手段 就例如说刚刚主持人讲的 使用火炮 在街上进行扫射 其实他最重要的目的是做什么 做种族灭绝 灭绝了之后就没有人再来反对我 你哪怕你是巴勒斯坦人 你都不敢讲话 为什么 你讲了下一个被扫射的 就是自己了 但是我们这样讲 实际上来讲 当初的洪水行动 就是去年的10月7号 一共哈马斯的攻击 造成了1200人的死亡 那他绑架了250个人 可是我们看一看现在 巴勒斯坦到底死了多少人 他死了34183人 然后受伤的 受伤也可能会过失 就像刚刚讲到的 你连医院都搞成这个样子 医院你都不断的破坏 那死伤只会更惨重 现在在 就是说我们讲到说 在这个伤亡的 有77000多人 这个样子还不叫做 种族灭绝吗 还记得当初在安理会 那达成了那个决议案 也就是说要立即停火 可是以色列有停火吗 以色列没有停火 中国驻联合国的大使 讲得最明白 安理会的决议 是有强制性的 你们现在不做 以后就会遭致后果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关系 好哪些古籍话题